就是他們怎麼把這些石頭 圓起來 我們有時候 energia 中國人用若米亞噴 茶限 茶 observer 美國總統要分享 看瑪雅無話古蹟心得 卻慘招夫人周美青吐槽 其實我現在 還一直在想 你們也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嗎 三秒焦的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是无厘头的回答 记者问他说 这个时间怎么黏的 是用糯米啦 第二个呢 三秒焦 嘴巴封起来 当总统的不要随便对这种 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发表 谈话跟判法 三秒焦 周明星自己就是三秒焦 马英九在镜头前 总是一副PTT帕太太的形象 来看看2006年 当年马英九出访美国的漏网镜头 有眼尖的记者发现 在马英九封衣上 好像有着一抹唇印 请注意马英九和幕僚们的反应 回顾这些年来 周美清和马英九两个人 在镜头前的互动 马英九总是比较主动 我好想你啊 而周美清在镜头前 说到这位万人迷的丈夫 往往比较严肃 比较被动 对他来说 for all these years 我永远是他最忠诚的反对党 爱在心里 口未必要开 周美清对爱这两次 还是一贯的行动派 用最低调的方式 晒恩爱 这个六年前已经示范收了一支 这个马小九 现在这个感情也相当的不错 那么我唯一感到不满意的 这个我太太喜欢她超过喜欢我 什么 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流行求婚啊 你这样真的是 你骗术实在太高明了 他也没求婚 然后这么好的男人到手 快教我们一下 他好吗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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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特別喜歡聽這首歌啊 風箏的針有特別的意義嗎 呃 我太太喜歡聽 好 請看 您看看 您看看 男人就是應該要這樣啦 好不好 他有他很真的一面 就是說即便你的問題是從馬英九 看起來像很單身 在政壇上行走 周美清不願意靠在他身旁 到後來真的傳出外界 一再揣測的 或是一再的謠傳的那個事情的時候 他是笑倒了那種感覺 他能夠欣賞我的優點 包容我的缺點 同時也提醒我的盲點 風箏地消失在遙遠的天空 為此等下一句彼此卻定過 當然馬英九會覺得說 不平等 不平等 我比較低喔 事實上那只在玩笑的話 如果他不是那麼尊重他 如果他不是那麼欣賞他 如果不是那麼支持他 他怎麼會啃在他身邊 然後好好把這個加成那種 所以馬英九他的手上有一個手錶 是周美清的爸爸周上會 在他們街會才是有送給馬英九 那個手錶他已經戴了 從1970年代 已經戴了30幾年了 快過很多次他都堅持要去修 別人那是岳父給他 嫁女兒給他的時候 給他的人的禮物 到今天我再跟你們談話的東西 馬英九還戴著這個手錶 小青跟我結婚之後 教子持家 可以說非常的辛苦 做一個公眾人物的太太 往往有許多 別人無法了解的問題跟痛苦 您其實都知道 但是一直給他最大的支持 這是讓我由衷的感動 結婚那年 你送我的這支手錶 我一直戴到今天 這是我最喜歡的 也是我認為最好的一支手錶 爸爸你好走 希望我們來生再見 為止留下一句彼此沉重 只是一無邪的笑風 溫暖或美麗的夢 周美欣曾經說過下輩子 他不嫁給馬英九 也不結婚 馬英九的回應則是 那不然換我嫁給他好了 這對夫妻的互動呢 多次被鏡頭捕捉到很多漏網鏡頭 我們感覺到是馬英九在 周美欣面前 十足像是一個聽話的小男孩 比方像是馬英九多拿了一瓶水 瘫嘴大蛋紅豆餅的時候 都免不了遭到周美欣的白眼 而事實上 除了這些日常生活的小丁鳴 周美欣在馬英九的從政之物上面 也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馬英九說過了 周美欣是他永遠的反對的 報告之後 我們繼續來看 周美欣這一位相當與眾不同的 第一夫人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台灣解釋五 我周美翔 馬英九當選總統 周美欣被迫辭去的工作 要專心當一個第一夫人 而這位第一夫人投身公益呢 她從來不發新聞稿的 也不公布自己的行程 記者還得從周邊的組織去打聽 哪一場活動 又邀請夫人出席 而就算被媒體給找到了 周美欣她也很少對著鏡頭說話 久而久之 記者們就給周美欣 酷酷掃這個封號了 因為她真的很酷 但這是一種有溫度的酷 這三年來周美欣身跟民間 累積了一股超越藍綠的力量 樹立了不流口水 少說多做的新價值 我們繼續來看資恩記者 傅家慶 林景坦的報導 同樣是探視巴巴水在三名 馬英九被批評 高高在上 鞠躬還要獨鳥 而周美欣則是直接來一個大擁抱 緊握住雙手 那溫度讓周美欣知道 民心的象背 在這三年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 可不可以拜託你 求求你 幫我們發聲一下 趕快把那些東西處理掉 每一個議題在延燒的過程當中 他就聽到別人在談 他就過去說為什麼 基層反應得這麼激烈 而且是反對聲浪 他超過關心 說馬英九知不知道 周美欣用女性的柔情 為馬英九築起民怨的防火牆 默默實踐先生 對人民所說的苦民所苦 小小的夢想 能改變世界 我就跟他講說 你住在關底會不會很寂寞啊 他說不會 我比退休以前還忙 你們有沒有別人 今天要寫日記的 我們已經寫完了 昨天就把今天的日記都寫完了 是不是 我說那你身體好不好 也常常這裡痛 那你那裡痛的 那你要注意自己身體啊 怎麼不叫我吹 怎麼不叫我吹 吹什麼 吹所有穿鞋子的人 鞋子 周美欣在信低 富人這頭銜 少說多做 樹立了新的價值 讓自己的影響力 無聲勝有聲 送女兒回美國 第一夫人周美欣穿著黑底燙金的T恤 現身 而這寥寥幾筆 可是出自 書法家董楊姿女士的手筆 如果他對著鏡頭告訴人家說 我們要支持原住民 國小朋友 大家可能反而 新聞上不會有這個標題 也不會用 對不對 可是 你講 他穿董楊姿的 這個書法的衣服 大家知道 大家關心董楊姿 我們還要去做好幾條 誰是董楊姿 對不對 他帶了 杜蘭國小的書包 全部人要去問 所以說跟不說 有時候不說的傳播的力量 反而比說還更強 金小姐介紹是一位台南市的朋友 我們來聽聽看 有郵局劃播還是要信用卡 郵局劃播 他某種程度 他懂得 他的角色 可以帶來什麼樣的附加價值 而這個價值不是金錢的 這個附加價值是 造成一個蜂巢 可以再回歸於弱勢團體 或是做公益的 或是傳扬我們台灣文化 特有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 那個花曲 你又看到他的客家的 那個布料 花布 你也可以看到說 都蘭書包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這個物品 可能都是 要挹注都蘭的 一個弱勢的平童 尤其他身上這一件 大大Double L圖案T恤 相當搶眼 其實這款T恤大有來頭 是藝人黑人和范瑋綺 投入Love Life 珍愛生命 永不放棄的公益T恤 我真的很激動 我看那時候起雞皮疙瘩 夫人要買 但我說我送他沒關係 他說不要 他堅持要買 他不喜歡在媒體前講話 他喜歡多做 而且他也期許媒體 應該從他做的事情來觀察他 而不是從他講的話去了解他 你看他有時候在演場 然後我一下子深刻 他就去了 他不講話 他基本上就是 合一手 不講話 那就表示說 他自己知道 在這種場合裡面 如果你講的話 人家在如理心裡講一些話 然後呢 別人都如理心裡給你掌聲 就是很魅力 那你乾脆不要講話 對不對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來 我支持這個活動 我支持這個人 我支持這個現象 那夠了